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个撬杆 然后从机器的破端耳机孔上面的这个位置 然后这样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呢 往上撬一下 撬开放之后 再从侧面这里再撬一下 然后这个上杆就这样取下来了 然后呢 检查的GTV的排线就是这一根排线和这一根 然后这个排线呢 我们一般先把它拔出来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装好 然后我们再装回去 然后装回去之后 顶到位置后 我们把这个按下去 压面压下去 然后这根排线检查一下 看有没有松脱 如果这两个排线没有松脱的话 那就是检查下面 如果说这里有松脱的话 那你就把这两个装好以后 然后开机看一下 再去测试一下 看一下行不行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就需要拆掉这三个螺丝和 装机排线的两块鸦片螺丝之后 取掉排线 我们去检查下面的GTV小板 然后这两个螺丝是上面的 这里压面会大一些的 然后这一颗螺丝是比较小的 然后这三个螺丝待会不要装错了 然后我们先把排线这些都取掉 用列子这种工具 斜着45的角插进去 然后往后面 到时候用力 一跳它就出来了 据它就出来了 就能一跳它就出来了 先把这一颗螺丝就出来了 还有绝对那两个鸦片 而且我刚刚在这个月 因为我?] 然后取完之后 我们从前面这个地方 把主板抬起来 然后取下这里的两根线 然后光机排线这个地方 我们是先往上抠 然后下面这个手指往上抬一下 它就掉了 然后这里的排线 一般是检查这一个 看一下这个有没有 或没差紧的现象 然后如果说 如果这个有没差紧的现象 或者松松的现象 都是会有些错过两个 分不了的 然后前面这一端 我们需要把这里的排线往上抠一下 然后这里面 这里有一颗螺丝 是锁住的 这里有一颗 然后这里有个 总共是四颗螺丝 然后锁住的这里整个组件 如果说你要拆开检查这个地方的排线的话 我们是要把整个组件取下来的 然后这里取之前我们要把这一个自动对焦的这一根排线先把它取掉 用链子这样夹着 然后往后进去这样拽一下就掉了 然后取下这排线之后我们把光机整个组件往上提 然后这后面的排线注意一下不要挂住了 如果把这个排线挂到的话到时候后面的按键开关是直接失效的 然后这里我们要检查一下看一下这个接口 基本上它这个接口是插进去插得很紧的 如果说这个存在松动的情况应该是你一拉它就掉了 如果说没有掉 就说明我们HDMI这个接口它是卡的很紧的 基本上说不存在松扣的情况 它这个是卡的很紧很紧的 如果说只是这样这样轻轻卡着的话 那你应该是一拉它就掉了 然后这个装的时候一定要顶到底然后装到位 然后这里我们往回装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这里镜头上面如果是有灰尘科技的 我们需要把灰尘清理干净之后再往里面装 然后从前面这也看一下镜头这里面有没有灰尘 好我们确认好灰尘都已经有灰尘了 然后把灰尘清理OK之后我们这里装的是要注意一下这些排线的位置 这两根排线是从它的前面这里过来的 不要把它压到这边下面来了 不然待会你就线不够长你就装不了 然后这个喇叭线是在这边的缺口里面 这两个是在前面这种位置去对下去 然后这一边这根线也是在这边 然后这里的线都要扯出来 然后这四根线拿着手上往下装一下 然后有掉进去的线就定把它扯出来 然后这里的镜头我们需要往前抬一下 让它装备到位 然后装备到位之后 我们这里它这里有 有这种黑黑的定位柱 那这个螺丝孔跟定位柱 它是完全对合的 那这种才是对的 然后这装的时候 我们要看一下检查一下光机的这个地方 有没有灰尘 以及这个海绵有没有翻进去 然后检查好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再去把这四头螺丝给它锁上 然后我们四颗螺丝锁好之后 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主板给装回去 那么装主板之前 要记得这一根线 这个马达的这一个母台线和自动对焦板连接的 那这一个我们一定要把它插上去 不然到时候你的自动对焦就会没有反应 然后这里这样装好之后 把线压到这个下面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装主板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这几根线 先把这一根排线给它插好 这排线一定要插到位 然后再就是风扇线 然后这个排线压到下面 然后我们 这里的最准 这一个孔位 然后这一边也对准孔位 最准孔位以后 然后我们的排线如果有压在下面没有露出来的 我们需要把排线调整一下 然后这里的波动开关 这个地方切记是在两个卡槽中间的 这个是直接随着卡槽的 不要说这样开关在一边 然后这样装 如果装成了这样的话 到时候你的波动开关打不开的话 就会导致电池那边不通电 那么你插上电的时候能使用 你一拔电的话 它就会关机 所以是一定要卡在这个开关中间去装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装好之后看一下这些孔位是否都完全对上 对上之后我们先打这上面这个螺丝给它固定住 然后我们把剩下的这两个螺丝也全部给它打上 然后这边增加的那边 所以我们用去房间的城里 然后數个螺丝也有点赞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的 然后我们按照 我们按照 到这边的成绩 那么我们就要赞 我们就要把银行 然后我们的整个子 去椰黄 所以我们的码 然后我们也要拿出 然后那个排线装的时候 如果是上面有颗粒或者灰尘之内的 要清理干净之后 我们再扣一下排线 然后这两颗螺丝扭的时候 不要太用力 防止拧断了 拧到刚好跟鸭片贴合之后 拧不动了就不要再用力拧 拧到位就可以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排线 这东西挨着顺着去给它装好 然后这里的排线有蓝色 蓝色绿色这两个排线不要装反了 绿色的是在上面 我看这里怎么没有那个摇红头的拳 装好之后卡在这里 然后把这个台线压一下 然后这个GTV的线也是一样的 要装好 这里装到位置后 按不动的时候 到底之后 就一定记得这个一定要扣好 扣好之后 大概就是这样的 黑的会偷一点点反光的位置在外面 如果说你整个被装好的话 它整个一张片子在外面 然后这里全部装好 装完之后 我们最后装电池 电池这个 如果说你用手边是镊子这种工具的话 不要用这种带金属的去直接把它顶进去 用大拇指或者是用这种塑胶材质 避免你的镊子金属过去 然后上面去导致它短路了 我们一般都采取这种塑胶的 绝缘体 然后去往里面 这样的话 它就不会导电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再把这两个线稍微固定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扣盖子的时候 这里上面会有一个箭头 这里是镜头方向 你把这个箭头朝着 跟光机朝同一个方向 光机朝前的话 箭头就朝着这一个面 然后先对上一个脚 按下去之后 然后整个扣下去 然后没有缝隙 就是飞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再去开机检查就可以了